黑色千萬叫車沒等左轉燈亮起 就要轉彎蹦的一聲 執行騎士閃避不及 藍腰撞上 撞得還不小力 真輛車都晃了一下 騎士摔在地上 車主趕緊下車上前關心 幸好騎士只有手腳擦傷 只撞也要關心千萬叫車撞得怎麼樣 千萬叫車右側車門凹陷 出現了明顯刮痕 一棟房子在路上跑 偏偏就被撞到了 騎士很無奈 自己綠燈直行 撞上了違規車輛 而且還是價值千萬的車 會不會太幸運 不過車主在車禍發生當下 比騎士還緊張 這起車禍發生在13號下午4點多 地點是台中南屯 向上路三段跟逸峰路口 千萬叫車的主人 是一名43歲的誠信男子 向警方自稱 誤以為耗製已經變單了 才左轉 造成22歲離姓騎士撞上 千萬叫車維修費不得了 右前門是鋁合金板金 那原廠一定是 就整片更換掉 以原廠的估價方式 絕對保守估計 50萬起跳跑不掉 可能逼近一百萬也不一定 金吳酒精反應 造勢分析研判 一車位於規定 左轉彎回軟號自行駛 二車尚未發現造勢因素 也就是說千萬叫車的車主 違規撞車 恐怕要吞下這筆帳 和自己的保險公司協調賠償 TBH 輪環如新台中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